微笑面对自己 会发现世界很美好 一点进步 一点鼓励 一点成绩 我都会非常开心 加油哦 还是要开心 这样一起做事才会有意义 放手去做想做的 人就会在阳光中站起来 每次触摸这些小豆豆 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 能照亮天空 新鲜的爱 让我有勇气 给它们多彩的世界 美好人生 为爱而歌 想幸福出发 如果说要想获得一个 非常好的亲子关系 有没有一个词 两个词 做到我们就能够还做得 比较好的那种 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的话 就选学习吧 哦 你看这爸爸 这也是一个 爸爸去抱他们 去拉他们的时候 孩子一下子就弹开了 妈妈刚查出来 有病的时候 爸爸就离开了 对 恨他们 我不恨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吗 哦 妈妈经常跟我说 你不要去恨爸爸 就是一个人的离开 总是有理由的 那个孩子去恨爸爸的话 就意味着让他去分裂 所以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爸 妈 你们辛苦了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父母活成一道光 孩子就会向着这个方向 不慌不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幸福出发年终盘点特别策划系列节目 我是陈铭 一年来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我们见证了许许多多幸福的家庭 也一起分享了他们家庭的幸福 尽管很多家庭的幸福都来之不易 但是只要你有向幸福出发的勇气 我们就为你加油 喝彩 于是我们轻挑细选了一些故事 在年终盘点的特别节目中 和大家来重温 好的故事值得反复品味 同时我们会邀请到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带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解读 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部长 研究生导师刘春荣 欢迎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春荣还有一个教育学的博士学位 正好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 就是亲子关系 因为家庭里边我觉得一个夫妻关系 一个亲子关系它就是一个家庭的基石嘛 那么如果说要想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关系 有没有一个词两个词做到我们就能够还做得比较好的那种 如果真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选学习吧 学习 是的 亲子之间的关键是学习 亲子关系维系的秘诀就是学习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随向幸福出发舞台上和亲子有关的故事 一起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现在对到我身边的就是委托人 你们两个人因为扮上了一模一样 还是本身就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双胞胎嘛 嗯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马思涵 大家都管我叫大宝 我是姐姐 我今年七岁了 我上一年级了 大家好 我叫马思涵 我是妹妹 二宝 大家都管我叫小宝 今天来到现场 跟我说说是要感谢谁呢 妈妈来了 是吧 爸爸怎么 大门后面 那是爸爸是吧 怎么分开做了呢 他是男生 哦 是这个原因 这边是男的 这边是女的 男女有 有别啊 你们是要感谢妈妈 也是要感谢爸爸的吗 不是 只有妈妈 只有妈妈 为什么不感谢爸爸呀 不知道 不好意思说了 爸爸在这儿不好意思说了是吗 爸爸不经常回家照顾 看我陪我们玩 哦 都是妈妈照顾你们 嗯 这感觉像是控诉大会啊 妈妈 他们这是对爸爸有意见吗 有意见 特别的有意见 什么意见呀 孩子的爸爸不支持他学习 有意见 孩子的爸爸不陪孩子玩 学习 都有意见 通通都有意见 爸爸不太支持你们学习 平时都是妈妈带你们去上课是吗 爸爸只送过我们一次 哦 爸爸你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呀 就是你们那边啊 真是其乐融融 我们这边吧 如坐针毡 你们那边就笑得特别开心 就是这 这大哥在我这儿坐着 这半天了就这表情 什么表情 我看看 就这表情 你说说 今天当着孩子的面 清清楚楚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反对孩子学玉剧 这样子的 因为我家里面呢 小的时候我父亲 他就是在我们县玉剧团 你经常出去演出 孩子的爷爷本来就是玉剧演员 对 那不应更应该那个支持吗 这世家呀 关键经常在外面一出差都好久 几乎我们从小跟我姐弟几个吧 很少都能看见到他 但感觉到如果将来 他要是走这条路 如果再影响了学习 或者是说没有更好的出路嫁人了以后 我怕他生活像这样漂泊一样到处跑 觉得很辛苦的这样 所以我一直都处在一种 不是特别喜欢让他两个学这个戏剧 就你还是心疼女儿 因为他妈妈带着她是在郑州 妈妈带着孩子在郑州学戏 对 其实你平时看不见女儿的 对 我平时见得很少 老家那边我们多少有一点小生意 要去照顾 那我觉得王冠 就是父亲的心呢 我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今天呢 女儿给你写了一封信 你觉得孩子们会跟你说什么呀 他可能会觉得我会同意吧 同意他以后唱戏吧 肯定是这样吧 就他们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行吧 那我们就准备好 来听听女儿给你写了什么 好吧 来 好 来 大宝 小宝 我们来投顶信封 孩子不碰他 对 刚才孩子义不义气的 家庭地位不高 爸爸去抱他们 去拉他们的手 孩子一下子就弹开了 那边坐着聊吧 老父亲真的是 牵着爸爸的手吧 爸爸都哭了 看看 这老父亲真是 两个宝宝啊 看一个大老爷们在这哭啊 真是有点心疼啊 也可能是太委屈了吧 是有点委屈 我说句话啊 我代表我们这个 不是说男嘉宾在这边吗 说男的在这边 女的在那边 我代表男的说句话 宝宝们 不是爸爸不回家看你们 是你们离开了家 你们没回家看爸爸 您刚才说可能有点委屈 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委屈的点在哪里 因为肯定这个家庭这个负担 在他身上压力比较重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 做生意前几年也赔了钱 然后这个经济压力 还是就是有 这有点就是比较大吧 肯定是 两个小孩 对 养两个孩子也不容易 你再让孩子学才艺之类的 就是培养孩子这一块 肯定是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我们就是在这两个孩子之前 就是我们有一个儿子 就是到这个我儿子五岁半的时候 就是出车祸不在了 就是这中间就是 我们肯定是这个心情不是 就是很不好 然后当时生意也不好 差点倾家荡产 对 所以您想想就是大哥得多宝贝 这俩女儿啊 之前呢 这个孩子我没有好好给他照顾好 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 走了以后呢 我夫妻两个几乎没有心情 做生意 基本上是亏光了 也可以说是已经破产了 最最早的时候呢 然后他两个上学 九百块钱都交不起 我没有办法 我后来的时候慢慢地让他们回来 这几年好了一点点 我只希望他两个呢 在以后的道路上 有一个 就是说生还呢 包括以后 在学校里面 他学得很好的成绩 有一个更好的出路 我觉得他学习这方面呢 不一定将来他 会有更好的出路 才像我父亲那样 常年呢 上面奔波 万一有了家族的一个女孩子 我是更不放心 爸爸想的比较远 比较多啊 我找到一个兴趣点 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关键万一你们俩孩子 真是有才呢 是吧 对 有这方面的潜质呢 咱们也不能耽误他们 咱们先试试看 因为您从来没看过他们演戏 也从来没见过他们的老师 我们也听听老师 是怎么评价这俩孩子的 今儿把老师请问吧 对 咱们回去再商量这事 行吗 好 好 来 有请 欢迎 欢迎 欢迎张素贞老师 你发现没有啊 他特别会 你没有想过 女儿是遗传您吗 来 欢迎张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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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会介绍一下啊 咱们张老师是著名的 玉剧表演艺术家 今天这一身 扮相 扮相是木桂英 木桂英 从一个这个玉剧选材的专业标准来考量的话 这俩孩子是可造之材 是 是的 是可以走专业和职业的道路的 你觉得 应该是走专业 我觉得这样 说什么都打动不了父亲 咱们直接看汇报演出好不好 反正您也懂戏嘛 是不是 是啊 你笑了 你这真是你这录到现在 你这 老师咱们带领俩学生来给爸爸做个汇报演出 让爸爸看看见识见识 好吧 那没问题 来来来来 好 来 鸭子为了三首好 骨头黑身 天鹏不一首帅我 我沉 头戴金光 鸭霜鸡 当年的鸡脚 我要提上 要沉 帅着起 鸭霜鸡 飘如云 到大的屋子 真相昏 沙沙鞋桌 我那混血后 不是回阳中 睡了下 我五十三岁 就欢三千啊 哎呀 这小兰花子 爸爸先说说女儿演出怎么样 是 今天演得很棒 而且你们两个没想到这么一段时间没见你们了 就是想征服我是吧 想征服我是吧 你看这儿 你看那个小宝 窃窃窃窃的 瞟了一眼 这大宝直接白了一眼 不服 让你说两句好话 你一来就 你们俩这有日子不见是想征服我是吧 这是我们在生活中间练功的时候特别刻苦 那就是以这个实际行动来报答爸爸让爸爸喜欢你 在戏曲方面特别有发展特别有天赋 今天写信里边有跟爸爸说的话是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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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那咱们要不先念信吧 好 好不好 这封信好特别呀 这是画的一幅画是吗 有一天我在外边遛小狗 爸爸送我上学 妈妈在家做好吃的 我希望我们一家能快快乐乐的爸爸妈妈少吵架 他刚才说了一个爸爸妈妈也吵架 也就是在孩子学习预句这件事情上 爸爸妈妈是有争取的 对 意见也不同意 意见不同意 是有分歧的 你这是交作业呢 来 大宝 我在外面跟小猫一起玩 小宝在爬楼梯 我希望爸爸能少出去喝酒 能在家多陪陪我们 我们一家四口能快快乐乐的在一起 把话给爸爸 把信给爸爸 你们俩多走一步都不舍得呀 来 我们听听爸爸怎么说 我们看看他的表现好不好 好不好 爸爸如果说得好 那咱们就去抱抱他 要是说得不好 咱们就不抱他 好不好 好 来 听爸爸说 以后你们两个好好努力 爸爸再辛苦 就对权力一步地支持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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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给宝宝们一点掌声吧 好嗯 谢谢 你这边有很大的进步 虽然是一批一批往前走 抱着了 哎呀呀 真好 这心都化了 蛮可爱 蛮感人的 你觉得就是这一对妇女 她们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其实她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亲子沟通方式的问题 这就是中国式的男人 或者是爸爸典型的代表 我们怎么了 你说说 我们怎么了 你好好抨击一下我们 真的是抨击侧面的表扬 但是呢也有一些建议 我们习惯于忍辱负重 家里什么样的活 我扛着 我来处理 我希望给你们 直接的一个幸福 孩子别太辛苦 老婆别再奔波 原来的时候 当然儿子之间的这个辛苦的话 我心里面也能够去补偿一些 但是呢 她没有跟孩子更好的去沟通 她没按照这个年龄段的小孩 能够听懂什么样的语言 她只用了一些父性的 比方说别学了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我们看起来 那孩子就觉得是什么 就会觉得爸爸不支持我们 妈妈这么辛苦了 带我们 我们喜欢 但是呢 你看 爸爸不同意 爸爸还老跟妈妈吵架 她因此就会感觉到一种被否定 感觉到一种质疑 可以把父性的这种表达的方式 改成一些积极的方式 怎么改呢 有三个小工具 三件套 三件套是工具是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一个是耳朵 一个是嘴巴 一个是手 都有 对 都有 只要是随身带着 就有这三件套 简单说就是 用耳朵多倾听 嘴巴多表达 用手 就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 多去表达 多去拥抱一些 举一个例子 好 比方说今天晚上 要是咱们回家以后 这个爸爸呢 就可以跟孩子先去听听 哎呀 孩子们 你们今天在台上 你们有什么想法呀 对爸爸有什么建议呀 我拥抱你们的时候 我感觉到你们还是没有 理解到爸爸 或者是没有接受到爸爸 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孩子 可能就慢慢慢慢 跟他清土一些 听听孩子怎么说 让我们多听听孩子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的 未必是孩子想的 我们以为的真理 未必孩子就能理解到 我这耳朵用的少 但是手用的挺多的 废话少说 来爸爸抱一个 这也很好啊 这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我是觉得父母之间 可能妈妈听得多 哎 这其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在听 对吧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 我是觉得就是 父亲传递的感觉 拥抱啊 力量啊 有的时候 对吧 您传递的这种 有力量的拥抱 也非常好啊 第二个工具 其实就是嘴巴 多去正面地去表达 表达出 我们对你有什么样 好的想法 建议 鼓励 以及我们 甚至都说一下 自己的弱点 哎呀 爸爸对不住啊 爸爸以前的时候 没有理解到 甚至这些话的话 都可以尝试跟孩子去讲 挺难说出口的 练习嘛 学习嘛 我就说了嘛 中国父亲的道歉 最多就是 过来吃饭吧 这就已经叫对不起了 可以 如果是 大一点的孩子 他是能理解到的 比方说 您家孩子多大了 十岁了 十岁的孩子 他肯定能理解到 这能聊到一块去 对 他说我爸爸 已经给了个下台阶了 得了 就这么着了 但是对于像 大宝小宝 这样的年龄段 他们未必能理解得到 可能他需要一些 直接的表达 实际上爸爸是出于担心 和一些关爱 其实还是出于一个爱的 对不对 但是表达出来以后 就是你不许学 孩子听到的 就是一个否定 就是一个质疑 所以你也可以跟孩子说 爸爸其实担心的是 你们学习没有学习好 又特别辛苦 你们觉得在学习和 能兼顾身体之间的话 你们能做到一个 就是你给这样孩子的 一个选择的话 让他们自己去做了决定 孩子就觉得 哦 我可以的 又有一些自己的价值感 又有一些选择性 所以孩子应该就会 更加地理解爸爸 对 也能帮助孩子成长 对 对 对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向幸福出发的亲子故事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韦坡人 钟广云 您好 您好 主持人 您的发型挺酷的 输了有八年了 八年了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肺癌 就是去医院 看病 化疗 掉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养起来 现在恢复得怎么样 还算可以吧 算稳定吗 还是比较久算稳定 定期去复长 您今天来到现场 是想写信给谁的 想感谢我的女儿 女儿多大了 女儿今年十四岁了 查出病的时候 女儿才九岁 十岁都不到 女儿七岁 准确地说 所以其实不光是觉得 自己得了癌症 有一种恐惧 也觉得对不住女儿 孩子还这么小 也特别担心 是吧 我就觉得我身体不舒服嘛 她爸爸就和我俩离婚了 离婚以后 我身体逐步地 就是不太舒服 去医院都查了 但是也没查出来 准确是什么病 医生就告诉我 进一步检查 是不是女儿特别懂事 在这过程当中 一直在照顾着你吧 女儿真的特别懂事 小妙儿 小妙儿 这是要说小妙儿 这回我真的体验到了 谈到女儿 你看妈妈这个脸上 洋溢着一种自豪和幸福的感觉 总是逗我开心 就是挑我喜欢的 或者就是看电视 看的动画片 都想让你开心 女儿在身边一直陪伴着你 今天来到我们 向幸福触发的舞台 咱们先生大伙儿 来看看你们家闺女 好不好 像你吗 长得 我们来看看 像 特别的像 像妈妈吗 像 这是广云的女儿 傅盈盈就坐在了身边 你不只是小棉袄 你是妈妈的羽绒服 有的时候还有防弹的作用 对 七岁的时候 妈妈查出来生病了 就那个时候我对 就是妈妈生病这种东西 就理解的可能不太清楚 我就知道那个时候 妈妈难受 疼 她心情不好 然后我能做的就是 我变了发的逗她开心 我尽我力所能及的 我去照顾她 分担她生活中的家务 但是那个时候 你对于癌症 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它可能会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 那个时候是病不了解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就是癌症严重了 可以带走人的生命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如果妈妈再严重一点 我就会失去妈妈 我就会失去这个家 妈妈刚查出来有病的时候 爸爸就离开了 对 恨她吗 我不恨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吗 妈妈经常跟我说 你不要去恨爸爸 就是一个人的离开 总是有理由的 就是那个理由 尽管就是 不会被他人接受 但你要记得 那始终都是你的父亲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 所以你不要恨他 您看妈妈这一番话 实际上特别地 能够给到孩子 这番话其实不是在 原谅他的丈夫 而是在保护他的女儿 您说得特别对 对 告诉他的女儿 一个人的离开总有理由 你不要带着恨和愤怒 活下去 我们有我们的生活 其实他并不是在 替他的男人 或者说那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辩解 而是用这番话 在保护自己的女儿 您说得特别对 对 他其实在给女儿力量 因为孩子是 爸爸妈妈的爱情结晶 你现在如果让孩子去恨爸爸的话 就意味着让他去分裂 所以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伤害 但是这个妈妈 你看啊 告诉他 现在怨恨的时候 实际上女儿就充满了力量 依旧使我妈妈健在 依旧使我妈妈能陪在我身边 我觉得我生活虽然不幸 但幸运的是妈妈在我身边 我过得依旧幸福 你比同龄人要成熟 妈妈这样的身体情况 也让你掌握了很多技能 对 我可以做饭 可以做拔四地瓜 可以做红烧鸡翅 我还能熬骨头汤 就是给妈妈养身体 据说成绩也特别不错是吧 成绩在班级里 一直都比较靠前 听说以后的愿望 是想做一个医生 对 就是很早以前 就是知道妈妈生病了 然后我知道 医生可以救死不伤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跟妈妈说 说等我长大了 我就帮你把癌症治好 妈妈今天还给你写了一封信 想听听妈妈说什么了吗 想 那我们一起来 好 来 咱们投地信封吧 她不仅是心里面阳光积极 而且您看 积极不光是说我可以 我要加油 而是能够想办法 她主动地积极地去想 我去当医生 我给妈妈去治病 我去想办法 这是特别好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遇到问题的话 不是自怨自艺 不是说咋就对我这么不公平呢 我怎么就出生了这样的家庭呢 想办法解决 对 对不对 对 已经是这样了嘛 就想办法解决嘛 对 来 今天那个影音还是穿的校服是吗 这是 对 就同学们都会看你今天在节目里边是吧 会 有没有什么想跟同学们说的 我很感谢我的同学 我的学校 我的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这么懂事的孩子对不对 妈妈不哭了啊 你看女儿这么懂事 其实过了五年就是一个坎了 我觉得你离健康越来越近了 咱们要有信心啊 是 跟那些我的病友吧 比我还是幸运的 至少我活了八年 这也是奇迹 这所有的家务都她来做 包括晚间我要躺那块我翻不了身 她都用脚帮我揪过去 我都挺恨我自己的 你为什么又这么胖了 你说这孩子都中不动你了 你们俩现在还是睡一张床是吗 你个女儿 是 与我家23平米的车库 那里边一张床 她的书桌 加一个灶台 挺好啊 你们母女俩到现在还在一张床上 还在一个被窝 你说您自己胖 就是闺女把你养得好 吃好吃的是吧 刚才盈盈说了 又会做什么拔丝地瓜 还有什么鸡翅 红烧鸡翅 红烧鸡翅还能够炖排骨是吧 对 你这眼神有点不相信啊 充满着怀疑啊 光说不练假把式 咱们做一道给她吃吃好不好 能够坦白是吧 现在每天晚饭都是闺女做吗 差不多早餐 不是说我不能一点不能做 但是我这小孩叫她多学 这先是切了一些这个葱段 放了点肠 然后两片姜 对 油已经热了吧 这个 香味已经出来了 可香了那个 葱姜和这个酱油加点糖 这个味道很正的这个 平时葛家你们一顿饭的话 是放几个鸡翅啊 6到8个 6到8个 你吃几个呀 我吃几个看我妈吃多少 是你吃妈妈剩下的 对 我妈先吃 你这个切菜有切伤过自己吗 有有见到过自己身上的时候吗 也有就那个时候做巴斯地瓜 然后小的时候吧就不懂 那个糖就掉出来到灶台上了 我就想什么东西都用手拿 然后就伸手去捡那个特棒热的 太棒了那个 那个 季妈妈也特别地会教育 引导孩子 她实际上在教给孩子 有什么样的心态 有什么样的本领 能够面对将来的一次 现在您都基本上在家休养 是怎么来维持家庭的这些费用 开销 对 开销 邻居小区包括社区 大家送吃的 送菜 比如说就像邻居谁上找事了 菜市场买回菜 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就能挂到我门上 学费呢 学校都给他免了 像学校这个服装啊 学费啊 餐费啊 卷子费啊 能免的 学校都给免了 如果我要是去医院了 去化疗或者住院 我要是做骨扫描 医生告诉跟孩子隔离 不要接触家属 她呢就交给社区阿姨照顾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特别要感谢社区 所有的阿姨们 工作人员们 对你们一家的照顾 今天社区的代表来到了 也来了 来 我们有请 您好 来 请坐 来 我是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兼社区主任 我是伍秀军 你们给了很多的帮助 我们也是在一次入户走访的时候 就是发现他们母女的这种状况 到她家的时候发现就是一个小车库嘛 二十瓶左右 但是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 而且呢还看见盈盈 站在小凳子上在炒菜 哎呀 当时就是感觉特别感动 无论是从我个人的感情 还是从社区工作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都应该对他们娘俩伸出援助之寿 还有就是我在社区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 就是让她担任我们社区的单元长和楼道长 这样她就有了一点点的生活的收入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广云呢 其实她比我要大 但是她一直是管我叫姐姐 我想呢 这也就是对我的一种依赖 一种信任吧 而且盈盈也会叫我五妈妈 她就是 也就是我的女儿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女儿 真好 社区也像一个大家庭 是 只要有一个成员也困难了 咱们这大家庭当中的其他成员 都得献出爱 温暖整个社区 对 就像王冠所说的 邻里之间守望互助 这样呢我们都能够过得更加的幸福 他们呢给银映录了一段视频 还有学校的老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荣耀 你的精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感动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时了解到你们的故事后呢 直到你这么多事 我们也很触动 希望未来的你生活中 照顾好你妈妈的同事呢 自己要更努力 因为你是你妈妈的骄傲 你看看这些面孔不陌生吧 都是咱们的好邻居 都在你困难的时候 伸过援助之手的人 希望你以后越总越高 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盈盈 加油 盈盈妈妈 加油 加油 这个社区没有抛弃这个家庭 实际上这一对母女的话 她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爱 我们经常去讲友好社区 其实社区对一个人的成长 尤其是孩子的成长 特别的重要 当我们对社区抱以各种的感恩 或者各种爱 去对她真诚的时候 其实周边的人也会给我们相谈 就是邻里关系 好的邻里关系 同样 我的宝贝 你是妈妈活下来的勇气与希望 你乖巧懂事 承受着本不该你这个年龄 所能承受的 你坚强乐观 是所有人眼中的小大人 你用柔弱的肩膀 撑起了这个家 为妈妈做饭 帮妈妈熬药 陪妈妈去医院 每当陪妈妈去医院看病 经常有人问 你家大人呢 你就回答说 我就是家里的小大人 我什么都能做 亲爱的女儿 你本应该是父母 掌上的明珠 但你却在缺少父爱 妈妈患中病的家庭中成长 妈妈觉得亏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你是妈妈的骄傲 以品觉兼优 妈妈希望你能考上 一项的学府 经历了风雨 必能见最美的彩虹 你要用优异的成绩 回报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 宝贝 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积极地去治疗 用坚强和乐观和勇敢的心态 去迎接每一天 感谢女儿为我付出 宝贝 妈妈永远都爱你 爱你 妈妈永远都陪着你 妈妈 我也爱你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们看到经常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家庭如果父母有矛盾 会经常互相跟孩子说 你爸爸不好或者你妈妈不好 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的话 那都不好呗 那以后不要再组建家庭了 或者我可能遇不到一个特别好的人 因为婚姻是特别容易失败的 实际上妈妈出于她自己的智慧 更出于她的一个本能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妈妈实际上是特别乐观 坚强的一个人 我们现在经常是听到单亲家庭 实际上这是一个 单亲家庭里面的一个 亲子的沟通的故事 那单亲家庭现在越来越多 是不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真的不幸福吗 但是我们从刚才故事中可以看到 盈盈就特别的幸福 虽然有很多的苦难 那单亲家庭中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是担心一个人养活不了 两个人搭个伴 但现在经济问题不存在了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情感上 担心比方说这个父母会把负面的情绪 能够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去 或者是给孩子过满的爱成为溺爱 或者是有一种忽视 我甚至觉得这个孩子就成了原来配偶 他的一个影子 我希望能够改正他 给他的爱更少一点 所以或多或少的爱 会让这个孩子心理上 稍微地有一点点受伤害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可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不太幸福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 是不是您也觉得 单亲家庭的孩子肯定还可以 有很幸福的人生 我觉得并没有绝对的 什么样的家庭 就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孩子 对 这个不绝对 无论是家里边四个老人 两个大人 还是说只有一个大人 环境因人而异 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培养出好的孩子 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去表明 就是说实际上只要有一个人 能够给孩子一个稳稳的 一个持久的 这样无条件的爱的话 单亲家庭不仅是可以 与别人一样获得幸福 而且它还可以培养出很多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高的品质 比方让我们看到刚才的 它的坚强 它的韧性 自立 它的自立 它的感恩 对吧 对 其实都是一个经历风雨之后 见的彩虹 收获得另外的一些品质 对 我们看到盈盈这么优秀 一定是妈妈在培养她的过程当中 做对了很多事情 您觉得哪些事情是对的 我们需要都来学习的 其实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个是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看到 要让孩子第一 多动手 多动手的话就可以让他自己 有一些独立的本领 自己有价值感 有归属感 自己觉得我很行 我可以的 就可以面对很多困难 比如让孩子洗个碗 对 让孩子扫个地 做点家务 对 特别对 您今天晚上回去以后试试 您交给孩子干了活以后 他特别认真负责 而且自己觉得还挺厉害 他再洗碗 我们家下一顿就没碗盛饭了 没关系 他练几次之后 回头你们就继续可以了 家里买塑料的 可以尝试一下 对 对于自己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实际上 这个妈妈特别的坚强 她用原始的淳朴的这种感情 能够让孩子跟她一样乐观坚强 她做出来的榜样的力量 其实就能够给到孩子 所以父母好好学习 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说得真好 来吧 我们继续来看 《向幸福出发》的亲子故事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委托人杨俊熙和俊熙的妈妈 俊熙跟大伙介绍一下 几岁了 我今年八十岁 你特别爱笑是不是 是的姐姐 我刚才看到你走上场的时候 左脚这个绑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我的治愈 你的脚怎么了 我的脚动过手术 是什么原因呢妈妈 那个孩子在一岁多的时候 差不多不到两岁 然后我们发现他这个脚发硬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有红肿 所以我们去医院去看了一下 那医生说是孩子得了那个黑皮病 但是在后来呢 然后我们又慢慢的发现孩子这个腿啊 走路有时候会一扯一拐的 当时不太明显 那么后来那个脚也是 每次给他穿鞋或者是穿袜子的时候 他都会很疼 然后我们就去咱们那个济南看了一下 最后确诊的是那种狼疮性脂膜炎 也就是说系统性的一般 就是那种风湿免疫力病 红白狼疮的一种病 这走路没有办法正常走是吧 对对对 那你肢体上会感觉到疼痛吗 也会 是走路的时候才会疼吗 是的 有时候也会走路的时候会疼 最疼的时候哭过吗 最疼的时候也是坚持 哭也得坚持 他说话也很像一个小大人 是吧 很像小大人 对 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 说话的那种逻辑和调理 是 做完第一次手术了 咱们得做几次手术呀 你知道吗 得做两次 当时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手术 是做了一个矫正 因为当时的时候孩子这个脚嘛 就慢慢的已经是变成直的了 我们就是想让他要正常的走路嘛 然后慢慢的通过矫正 矫长变直了 对对对 所以矫都已经是直的 那就感觉是用矫尖在走路 对对 他一直都是用矫尖 三大二院 然后做了这个矫正手术 现在慢慢的给他恢复到 现在这个矫已经恢复到这个程度了 平时都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啊 是的 今天写信给谁的 今天我写的信是给奶奶的 嗯 为什么想到给奶奶写信呢 因为我感觉奶奶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累照顾我们 嗯 平时都是奶奶做家务 你会帮她吗 会 会 会帮 那咱们先让大伙来认识一下奶奶 好不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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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听说因为这件事情 您的丈夫也就是俊熙的爷爷 对 压力太大没扛住走了 对 对 离家走了三年了吧 这三年联系上了吗 没有 就不要这个家了 她有她的压力吧可能是 您理解她 唉 没有办法 为了孩子嘛 反正她走了我不能不管孩子呀 她妈妈 你埋怨过吗 在这种时候 这个当爷爷的 当爷们的一走了之 也埋怨过 不过你埋怨没有啥用 为了孩子 这样就坚持吧 那您现在除了照顾孩子 自己还要去打打工 对 我那时候她妈妈 小俊熙看病看了嘛 家里实在是不行了 后来她妈妈就 她说妈呀 我都出去打工了 她说那个俺们都出去挣点 然后孩子还有病 还不知道什么样 她妈妈说那个你看着吧 她自民两个呢嘛 自民两个有她弟弟呢 小俊熙生下来五天吧 出了院就跟着我 还有我老婆婆呢 我老婆婆八十八了 也是您在照顾 也是我照顾 家里边人都是您在照顾 对 还有我姐家 一个孩子 小俊熙没生下来 没生的之前 我姐家一个孩子 在我家十一了 也是我自己一个人照顾 不容易啊 大姐 反正的没有办法吧 为了孩子嘛 为了这三个孩子 您打点零工挣点钱 对 我做什么呢 我跟那个 我跟一家公司跟车 跟车 对 就是接孩子 接学生 能挣多少钱 不多 一千多块钱吧 一个月 一千多块钱 能补贴点 试点 对对对 反正在农村嘛 能 还够我们娘几个吃的嘛 俊熙自己带着这样的一个 这个支撑的一些设备啊 那她平时跟小朋友一起玩 或者怎么样 她会觉得 俊熙是从那个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 你那个腿还不行呢 对 那时候她是用脚尖走路 用脚尖走路 把妈到了学校的时候 就是说 自闭感 反正就是感觉 就不如人家 就是说 在学校的时候 小同学呀 有的看她 有的怎么的的 孩子就感觉 回来就哭 那你跟孩子怎么说呢 我就说 我俊熙呀 咱那个腿没有事的 我说腿慢慢咱就看好了 再说我说她没看 人家她没 你就让她没看吧 我说那怕啥呀 我说你看你这个腿吧 可能是老天喜欢你天使 我说喜欢天使 所以说给你记了个记号 她还说 给我记记号 那咋不给我叔记号个记号呢 咋不给我弟弟记号个记号呢 就这样 就这样慢慢地 我也是开导她 我就带着她去广场 去广场 然后呢我说俊熙 咱锻炼腿跳舞 那个俊熙说 我不会奶奶 我说没事的 我说你试试 咱跳跳 我说人家都能跳 为啥你不能跳呀 她后来她就说 行奶奶我在一边跳 我说行 你在一边跳也行 我说那个你在一边跳 然后呢 我说我看看好不好 我要是好的话 我说我就给你发到网上去 我说看有没有那个 我说有没有那大夫 有那么好心的那个医院 能不能把她这个腿给治疗一下 就这样 小俊熙每天坚持跳舞 奶奶有一个做的特别 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奶奶 及时地给小俊熙一些反馈 嗯 就这种积极的反馈 实际上 会让小俊熙 一点点有一些进步 小俊熙的 嗯 就是跳舞 发到网期以后 得到了很多好心的人 还有很多有俊熙的粉丝 然后呢 就是我们山东济南大学二院的 大夫发现有俊熙了 然后就给我们发私信说 给孩子治疗这个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俊熙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 对 就是因为当时您鼓励她跳舞 后来视频引起了别人的关注 对 那您这个奶奶真是做得不错 嗯 所以说200年吧 8月份那时候媒体就发现她了 嗯 发了以后就给她做手术 然后就报道了很多电视台吧 所以今天俊熙呢 要专门写一封信 感谢您 感谢她的奶奶 我们一起来听 好不好 好 来 俊熙 咱们投递信封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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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恢复得还不错 对 关键是我觉得 俊熙现在心情不错 状态挺好 现在在学校里边 是个小名人了吧 同学们都挺喜欢你吧 谢谢叔叔了 是的 叔叔 一直在笑 奶奶如果不高兴的话 你怎么来逗奶奶开心呢 用什么方式 我就用那些 我会的小表情来逗逗奶奶 让奶奶开心 那我们来看看那些 可爱的小表情 来 第一个表情 来 第二个 第三个 你是自己发明的吗 是自己发明的 自己会 奶奶她是不是也经常帮您干活 看着您累 自己扫扫地 托托地 特别懂事 对 她又说我那个啥叔叔 她说奶奶我帮你干点活 有那锁锁院子了 搓搓地了 有时候刷个碗 就是熟拾熟拾叠衣服了 洗落衣服了 这个能干 你现在开始会跳舞了 这些舞蹈动作都是自己编的吗 还是奶奶教你的呢 就是自己学的 怎么学啊 就是自己看的那些视频 自己学 自己跳 那你现在喜欢上跳舞了吗 喜欢 你梦想是要做什么呀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舞蹈家 她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个梦想的话 跟她奶奶一点一点钱一末画的 对她的引导还是很有关系的 她的一个小梦想 那现在在学校里边有文艺演出 然后让你去参加吗 也有 也没去参加就是 还没去参加是吧 还在修复过程当中呢 但是跟你说啊 叔叔告诉你 咱们向幸福出发这个舞台 比学校那个舞台大 你要不要跳给全国的朋友们看一下 好的 就带着这个支架是可以的是吗 可以 那来吧咱们 姐姐我 我听说你也会跳舞 你长得也很美姐姐 不过你能跟我一起跳一点舞蹈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觉得你一定比我行 我不敢 要不你在前面 好不好 我跟着你跳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G-G-C 刚才参与特写的声音 在这儿跳我吧 什么时候这么没自信了 王冠 姐姐你跳得很好看 谢谢 现在奶奶也越来越开心了啊 孙女儿我看恢复得不错 跳舞的时候 其实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了 我之前看过她的视频 其实挺夸张的 那个时候 动作很大是吧 对 这个脚已经就像妈妈说的 就是直着是脚尖走路了 而且是往外的 对吧 对对对 她这个脚尖是往外了 往外 往外 就是说脚后给你抄前了 是 脚子抄后了 现在经过治疗以后 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接下来后续治疗 最好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那个现在我们去治疗的话 现在治疗的这个效果 大家已经看到了 反正是还可以 反正是我们现在最起码 应该是正常走路了 能够正常走路 对 那以后就比如说能不能够恢复到不借助支架 也能够正常走路呢 医生是怎么说的 那还要再做一次手术 然后这个手术是比较大的 要做一个接骨 接骨 因为她现在她这个两根腿已经是不一样长 她这个左腿是特别短了 现在就很短 然后要再给她做一次这个手术 要把左腿的骨头接长 对 让左右一边长 对对 怕不怕呀 俊西 这个手术叔叔听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疼 我不害怕 我就只要我自己的腿弄好就行 看到小俊西特别有同感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 各种的做手术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 然后我当时我就记得 我爸就经常是骑着自行车 但是我就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说进了哪个山砍哪个柴 总有办法的 环道桥头自然直 对 您说得特别对 所以其他的都记不得了 但这句话的话 就让我记得特别的紧 来 亲爱的奶奶 你好 我是你的孙女小俊西 两岁时 我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 爸爸妈妈为了给我治病 我要出去打工 留下了两岁的我和几个月的弟弟 是奶奶你一个人充当三个角色 又当爹又当妈的照顾我和弟弟 后来因为病情的发展 导致我的左腿和左脚萎缩变形 也因我渐渐地长大 懂得也越来越多 逐渐地对自身的这种残疾 产生了自卑 是奶奶你一直保护我 鼓励我 支持我 教育我 让我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活泼 越来越坚强 这辈子 你做了我的奶奶 我做了你的孙女 这是上天给我做的最好的安排 我也希望我的奶奶以后身体越来越健康 长得越来越年轻 也越来越漂亮 谢谢奶奶 我觉得奶奶做的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奶奶我们一看 她虽然是用很淳朴的话来说 这个爷爷那也没办法 但是她走了我不能走 所以她有一种坚忍 同时她的坚强 她的坚持 可以耳闻目染地让小俊西感受到 所以这是一个奶奶的品格里面的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传统的 我们这些老人老一辈他们一些的美德 另外一个我特别地看到了奶奶 还有一个给小俊西积极地反馈的这一部分 特别地好 我们经常说孩子在这个遇到挫折的时候 怎么样培养她的一些 就是抗挫折能力 作为的逆伤或者叫做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对 你说大能够大到像小俊西这样 比如说遇到了身体上的 挺大一个挫折的 罕见病 对于很多人来说挺难跨越的 对 有些小到比如说一次考试 或者说在练习钢琴或者练习乐器的时候 有一个坎儿怎么都过不去 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们坚强起来 在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他们有勇气去战胜它 您说的是一个 现在很多家长我们都很希望培养孩子的 这种抗疑力 因为抗疑力在日后的岁月中 将是它一个特别核心的竞争力 甚至比某一项的技能 比如说我学钢琴或者说某一项的还要重要 那怎么样去培养呢 第一个就是选择合适的时机 去培养孩子抗疑力 什么样的时机呢 就是在孩子他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这个他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一个人 他的一个就是心情比较好 或者他心里面能量比较足 他比较有自信的时候 他可能更愿意去挑战 更愿意去尝试 更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对 对吧 所以选择合适的时机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 第二个呢 就是要不大不小 要适度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一下子来了以后 给他一个直接压个大马哈 爬不起来的那种挫折 所以从小到大 慢慢地去帮他 去让他去面对 去克服 他建立起来的自信 就像是一个循环式的阶梯一样 他又可以爬到更高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奶奶及时地给他一个反馈 因为小孩子嘛 他终究是希望得到 外界的一些肯定之后 他才能慢慢去建立起来 我这样做是对的 我这样做是可以的 值得的 等他大了以后 当然他这种 就是自我的一个反馈了 所以我们可以 简单这么理解 培养孩子的抗疑力 就是一个 培养我们心里的免疫力 那陈敏我问问你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你在培养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的 比如锻炼身体 食物更加的均衡 对 规律的作息 同时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 对 特别对 您看您刚才的时候是 之前做好这方面 各种各样的准备 对不对 我给身体建立一个好的基础 然后我再培养 培养他的免疫力 对吧 那我们的心里的抗疑力 免疫力也是这样子 我们平时的时候 给他更多的支持 关怀 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先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比方说 那个他遇到这个小困难了 然后我们可以让他去 先尝试一下小一点的 对吧 所以就是选择合适的时机 同时呢从小到大慢慢来 就像您刚才说的 你不能是在一下子都得了肺炎了 你还让他你扛着吧 你肯定是小的感冒的时候 你稍微的扛一扛 多喝点水一类的休息休息 是不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积极的反馈 就是我们要平时 可能要多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进展到哪了 可以到哪一步 好 继续来看故事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请问投人张海涛 今天要给我们来一段台艺表演 道具都放好了 对 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来 他是木偶变脸 但是他原来自己也学变脸 也学变脸 也学变脸 对 然后这个呢就是更难了呀 是吧 对 他把木偶细合变脸结合在一起了 他的手怎么能够做得这么灵活 这个我知道但是不好说 好 好 木偶变脸 这只是小事牛刀 咱们张海涛还能真人变脸 稍后给大家来展示 学川剧变脸多长时间了 总共接触变脸的话得有十几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 有 13年的时候 那次我去外面演出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当地演完之后 都知道川剧和吐火 它是一起演的 那天因为天气比较热 上面就弄了一个雨棚遮阳的 前面演变脸的话还是算比较顺利的 但是后面在吐火的时候 那个火吐出去 第一口非常漂亮 但是第二口吐出去的时候 因为上面有一个遮阳棚 那个火就没有走掉 就直接掉下来了 掉在我身上 然后当时因为在上场的时候 那个瓶子装油的那个瓶子 刚好漏了一点在服装上面 所以那个火掉在我身上之后 直接就燃起来了 我现在发现你脖子这儿是被烧伤的 手上 手上也是 很严重 全身是20%的深二度烧伤 20%面积的深二度烧伤 所以这次烧伤之后 你应该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休息了很长时间吧 光在医院前妻住院 整整地在医院里面 待了两个月 然后才能勉强地出院 因为这个烧伤它和其他的一些病不一样 需要后期的一个长时间地去压制这个疤痕的生长 所以后期是需要家人的陪伴和照顾的 对 今天来到现场是要写信给家人的 是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就搞不懂自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 小时候从来都是通过电话给他们沟通 家里的照片和我第一次印象当中看见的爸爸妈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因为第一次印象当中能记住爸爸妈妈的样子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回到了家里 那个时候我才对他们有印象原来这个就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妈妈 所以那个时候看见别人那么幸福的家庭确实还是挺羡慕的 但是你受伤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一直在你的身边 把儿童时候缺失的这一部分记忆弥补上了 对 我们来认识一下你的爸妈 海涛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在接收区 欢迎两位 我们是来自四川省 当中是北亚镇 我叫张耀昆 我有两个儿子 这个是老二 叫张海涛 我们知道了 对 叔叔刚来有点紧张 南冲的嘛对吧 对 我们老乡啊 对 当时那个海涛说你们当时在南方打工是吧那时候 在广东 在服装厂 对对对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过后马上赶回来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海涛在医院住院的样子 这当妈的当爸的看了得多难过呀 很难过的 开始在医院喂了两个月饭 他都不能 那个手不能动 那个手整天都是裹着纱布嘛 手不能吃饭 整天都是我跟他喂 一直喂到两个月出院的时候 回去了还是 那个时候还是不能吃饭 每天还要穿那个紧身衣服 还要给他换那个药啊 每天还要洗澡 紧身衣服还有那个扣子在那背后啊 每天很长一路那个扣子 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我们给他换 要压住他 他就把那个疤痕就压平了嘛 他现在身上就是 那个疤痕全部是压平了的 只是没有那个颜色没变过来 现在还是恢复得很好 但是你们后来还是支持海涛 继续去学习变脸 支持他 那他演出他还得吐火呀 你不担心吗 现在没让他吐火了 吐火不准吐了 脸还可以继续变 海涛今天还给二老啊 写了一封信 因为在他小时候受伤 小的时候 我们也是想在家里照顾他 没办法呀 家里 家里 两他两个嘛 要 要去打工赚钱呢 但是你们的辛苦啊 你们对他的好 海涛知道 嗯 儿子也长大了 二十多岁了 写了一封信 要今天感谢一下二老 咱们一块来听听 好 好 来 海涛咱们来投地信封 海涛咱们来投地信封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直在外打工 基本上都不在你的身边 你是跟谁生活在一起啊 小的时候是和我的爷爷和我的大白生活在一起 你看你一提到小时候这段记忆的时候 你眼睛里就泛泪光了 你有怪过爸爸妈妈吗 有怪过 我十几岁 印象当中都没有爸妈的样子 过年也不回来吗 过年在广东 因为路途遥远 坐大部车嘛 大部车要坐几天几夜 是 尤其是座位要是没买好 在车轮上边 那就颠得更厉害 有一次我记得很深刻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啊 我们那个时候要走三天三夜啊 走到一天一天半的时候 那个路就下雨 就全部把那个路 那个鸡就全部堵塞了嘛 堵塞在那里堵了一天一夜 不能动那个车 我们就在那里饿了一天一夜 那个味道饿得不得牛啊 饿了一天一夜 嗯 没吃饭 钱不着村儿 货不着店儿 也没东西吃 那个时候我就想 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很少回去 不想回了 火月天的行啊 那个时候我们在那里一提起 儿子就很伤心的 就掉眼泪没办法 到后面慢慢的那个车通了 后面就回去的时间多了 就每年都回去 家家有本难念的 因为我们打工在外面 都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前 公路根本不通 这里边有一代人的牺牲在里边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嗯 大家都想自己的孩子 在家里赔满多好 对 能挣到钱 谁想出去啊 是 打工那个时候 在人家那个时候 管人家 人家叫你做到几点 就做到几点 晚上叫你做通宵 就做通宵 很吃苦的 我们在外面 人家吃宵夜 我们都吃不上宵夜 其实这儿 妈妈在讲这些 应该不是在讲 是宵夜的问题 或者说是饿了一天一夜的问题 她实际上想解释给儿子 嗯 儿子你要理解我们 当时为什么没来看你的感觉 心里好痛苦的 这些事儿都没跟儿子说过是吧 没有 从来没跟他说过 不过现在家里很好 还过得还可以 现在他也赚得到钱了 我们也可以开到 自己开到家面馆也赚得到钱 给孩子养伤的这段时间 是你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了 他小的时候 您因为在外打工都没喂过饭 就是没陪过他妈 我就心里想 现在他受伤了 我要好好照顾他 要怎么样 再多的钱我也不想去赚了 我就要把他怎么样 我要照顾好 其实那个时候 身体上是一种煎熬 心理上也是啊 我在镇上的话 可能因为别人都知道 有一个变脸的小伙子嘛 还相对来说 别人都认识我 但是当我那个样子 再见到他们的时候 别人都在你背后是 另眼看你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 我走在他的后面 他在前面的时候就说 谁谁谁烧伤了 哎呀那个样子 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 因为我就在他背后 但是有可能别人也是一种关心 对 但你那时候就听不得这些东西 对 当时确实他可能是 惊痛我的那种 惋惜了一下 唏嘘了一下 对 惋惜了一下 唏嘘了一下 但是我就不愿意 听到别人这样说 这是很脆弱很敏感 别人可能只是 关心的看了你一眼 你觉得别人 或许是在嫌弃你 对对 但那时候上初中 正好又是青春期 对 爸妈这时候 应该起到关键的作用了 对对对 能帮帮孩子 在心里上怎么帮他呢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给他安慰他 我说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慢慢的会恢复康复的 会恢复正常的 我说你不怕 别人说什么 你不怕 我说到时候 你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社会上有用的人 让他看一下 我就实际上支持他 天天鼓励他 那个头上和脸上 都是绷的那个紧身衣 所以说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让别人 看见我这个样子 感觉他的父母 可能没有读多少书 没有那么多文化 可是他特别朴素的道理 作用到孩子身上 是特别直接的 是的 他把道理 说得非常的清楚 怎么说 我们就出去转着 让他看一下 看到更多往哪走 然后慢慢的 就这样开导我 然后才走出 这样一个阴影 我后面去那个医院的时候 那医生就说 目前是 我是他所有的这个 病人当中 恢复最好的一个 就是离不开 爸爸妈妈 没日没夜的照顾 细心的照顾 对 后面我就去找了一个老师 于丹老师 于丹老师的话 是在这个 川剧变脸街当中 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 最后我把我的一些事情 给他说了之后 然后 他一看出 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就 系统地交了我这个 变脸 然后 学了 两三年 现在的话 也是在外面做一些商演 还是可以 事业有成 就缺另一半了 阿姨是这意思是吧 我们的愿望就是 让他尽快找到女朋友 成家 妈妈发话了 记在心里 只能帮到这儿了阿姨 这得靠缘分 这样吧 等一下让你展示一下 说不定电视机前 有心动的女士觉得 你的才华吸引到她了呢 对不对 咱们待会儿好好准备一下 好不好 好 先来念信 好 今天是带着一份感恩来的 爸爸妈妈准备好 好 听听儿子给你们写了什么 来有请 爸爸妈妈 今天是我第一次 以这样的方式和你们沟通 记得小时候 我抱怨过你们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你们为了挣钱 忽略了我的成长 钱不是万能的 我甚至一度怀疑你们 心里有我吗 你们爱我吗 直到烧伤的那一年 我第一次看见你们哭 第一次看见你们 忙前忙后的照顾我 我才明白 你们是爱我的 后来 妈妈放弃了工作 在家照顾我升学 爸爸依旧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四处奔波 那一刻 我好像才 似乎感受到了你们的不义 这么多年来 我和你们吵过 闹过 甚至还对你们二老 发过脾气 但是你们依旧选择 一直包容我 原谅我 我就在想 那个时候 我该是多么的不懂事啊 我好像忘了 爸爸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怀揣梦想的男孩 妈妈成也是一个 对镜贴花的女孩 你们为了家庭 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伟大的事啊 所以今天我想对你们说一句 爸 妈 你们辛苦了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这句话当时我破房了 就是爸爸妈妈 那个时候也是男孩女孩啊 如果不得已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可能我们为了国家呀 或者是为了我们工作呀 为了我们生活呀 为了老人等等 各种方面的原因 不得不离开家里面 那我们可以用打电话的方式 其实也是一个缓解之计 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那个小技巧 咱们现在经常打电话的时候 爸爸妈妈说 哎呀 没啥可打的 为啥呢 因为一说就是吃饭了没 写作业了没 要听奶奶的话 听爷爷奶奶的话 对 好好学习 别惹事 对 所以呢 孩子只能说什么呀 好的 挂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从那个三眉 试试变成三有 要具体 要有内容 对 你比方说 你先问问 孩子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或者不开心的事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好 你讲一个事出来我听听 对 如果她要是一开始没讲的时候 你可以讲啊 你说我有什么样的 我给你讲一个我最近不开心的事 对 我在这边什么样的情况 没吃上夜宵 刚才不是大姐说的吗 那她要这么一说 孩子可能可 就勃然一笑 笑了以后 大家也就 对 大家就理解 妈妈还是蛮辛苦的 或者妈妈怎么这么搞笑啊 有可能也就释怀了 就不至于放到后边以后 大家成了一种类似于你是在辩解 这样的一些误解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打电话的频率 这里面特别有一个小技巧 咱们都谈过恋爱 谈爱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叫聊波这样的词 所以在这里面也有一个词 叫做聊波效应 也就是说 心理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也就是说 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 你没事别撩我 然后你 你本来跟孩子说的是 比方说我 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 结果过一阵子没人了 我本来攒了一肚子的委屈 攒了一肚子开心的事情 我等着你电话呢 你没搭理我了 过了一阵子 突然又频繁了 你又告诉我 你要给我打电话 让我说了 我已经过了这个气了 我不想说了 所以说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 稍微把打电话的频率 相对固定来说 固定一点 相对固定一些 这样的孩子 他会有一些安全感 还有一个 如果可以的话 把孩子多带着在身边 多待一待 放暑假 放寒假的时候 对 到爸爸妈妈打工的地方 去生活两天 是的 现在的话 各种交通工具 可能又更方便了 方便多了 现在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 特别的重要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 你要让他建立这个安全感 如果他见不着你 他可能还是有一些的距离 有一些区分感的 你看今天我们的故事呢 都是在讲亲子关系 您既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又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 就是亲子关系之中 有哪些是我们要注意的 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有哪些是我们千万别碰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要多了解孩子 你要知道孩子在每个阶段 他的生理跟心理发展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就是 在亲子关系的上位 应该是夫妻关系 两口子之间的关系 一定大于亲子关系 再在上位 实际上是自我的有关系 咱们在节目的开头 您问我的 可能是我们还要自我的学习 父母活成一道光 孩子就会向着这个方向 不慌不忙 这个光 父母也不用特别苛责自己 说我一定就像我们今天的聚光灯一样 光芒万丈 实际上萤火虫也有他自己的光亮 也有他自己的价值和美丽 你就是你 你让孩子看到真实的你 奋斗的你 坚强的你 乐观的你 善良的你 美好的你 那他就可以做他自己 稳稳地做他自己 幸福地做他自己 这就是好的亲子关系吧 嗯 那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 包括刘淳任老师的解读 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启示 更好的向幸福出发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微笑面对自己 会发现世界很美好 一点进步 一点鼓励 一点成绩 我都会非常开心 加油哦 还是要开心 这样一起做事才会有意义 放手去做想做的 人就会在阳光中站起来 每次触摸这些小豆豆 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 能照亮天空 深深的爱 让我有勇气 给它们多彩的世界 美好人生 为爱而歌 向幸福出发 向幸福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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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